米粉,蚕豆,酱瓜,还有剥好的新鲜的虾仁,春笋,香菇,盐,胡椒粉,酱油,鸡蛋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算是一个主食 很多朋友说我减肥的时候不吃主食,这个是不应该的 还有包括那种只吃肉不吃主食的方法也是不应该的 减肥固然重要,但是自己的身体更能够 放上一些油,因为米粉是比较吸水吸油的 所以我们在这道菜里面可以稍微放多一点 那就是油来释放橄榄油最好,比较健康 我们天天饮食就是酱油,什么健康我们吃 把鸡蛋打散 在炒鸡蛋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放一点盐 因为这样的话鸡蛋里有一些味道会更香 而且我现在是炒鸡蛋,我也可以把它摊成一个鸡蛋皮 把它一切成丝,那样更好看 南方做法就是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丝 把它炒米粉或者炒面 好,鸡蛋先可以让它稍微的自然摊开一点 这样你就是炒鸡蛋的时候不会让它一大块一大块的 再把它打散 你看,两个鸡蛋炒出来,感觉好像很多一样 好,鸡蛋不要炒太老,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处理好的鲜虾仁放进去 虾仁,高蛋白,低脂肪 炒菜的时候大家都会,尤其是在学炒菜的时候都会很仔细地看 我要放多少油,我要放多少盐 没关系,在实践当中你还可以去自己掌握一些火候 比如说,我炒菜我放油,刚才放少了 那我现在再炒的时候我可以再稍微煮一些 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要这个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油 那时候油又是生的,你吃有生油的味儿 菜就不会好吃了 好,现在虾仁变了颜色了 我可以放上一些酱油 春笋是能够用我们的话说叫吸油机 我们老听别人说卖这个减肥产品啊,说怎么吸油啊,怎么吸油 不要买那些药来吃 天然的东西,春笋它就是吸油机 多吃点春笋,对你的肠胃蠕动啊,帮助你的消化啊,都有好处 好,再把春笋和香菇放下去 我怎么感觉今天我的火好像不是很大 还可以 有的时候炒菜就是这样,会容易心急 总希望自己的那火是很大 但是其实大火炒菜很难去掌握火候的 所以就这样可以 准备好个残动 做这道主食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放太多的盐 因为酱瓜本身是带有咸味的 所以如果放太多盐 再吃到这个咸味的酱瓜 可能就太过分了 其实吃太咸的东西呢 对这个健康,对减肥,健身是不利的 爱美的人士,一定要不能吃太咸 把酱瓜放进去 放一半都可以了 放上一些酱瓜的水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要放太多盐 因为很多这个酱瓜的水呢,也是比较鲜甜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酱瓜的水来带鲜甜 好,我现在可以放上一些水 放上一些胡椒 有的人在炒米粉的时候说 哎呀,我这个米粉啊,老炒不好 这个一下锅呢,就服了 没关系 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 就是呢,我们在把米粉放进去的时候啊 米粉一放下去,先把火关上 焖上一分钟,再去炒 这个时候呢,你的米粉就绝对不会服锅了 把米粉放进去 关火